大家好 长寿花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种花卉 我们在家里面养护 它的仪艺也非常好 所以大家都非常喜欢养长寿花 但是养长寿花有一个很容易出现的问题 就是这个叶片发生了 那么我们在家里面养长寿花 容易引起叶片发生的原因 其中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我们施肥过多 因为这个长寿花 它是比较耐贫级的一种植物 比如说我们施肥过多的话 就会造成长寿花根系出现问题 造成叶片腐烂发生 那么第二点就是浇水过多 因为浇水过多 也会引起长寿花的根系受到伤害 所以也会出现叶片发生的问题 那么我们在平时养护的时候 就要注意了 不要给它施肥过多 不要给它浇水过多 这样的话养长寿花 它就没那么容易就像叶片发生的问题了 如果说我们要施肥的话 那一定要是薄肥勤施 就是说用的量就得少一点 但是我们可以增加次数 这样养护长寿花 它长得就没那么容易 就像叶片发生的问题 再次发生的问题